大家好,12月4日,中美解放军南部战区新凡人田军里空军大校在声明中表示 12月4日,美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临近海域 一艘美国战舰非法进入中国南海有争议的仁爱礁相关水域 田军里指出,美蓄搅局南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充分说明美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路透社也报道,中国与几个邻国就其在南海广泛领海主张存在争议 最近几个月,中国与菲律宾的船只也发生了几次对峙 田军里表示,中国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域的合并 显然南海出现中国安全稳定的威胁是由美国蓄意挑起 美国参谋长联会主席查尔斯布朗上将指责中国军方 未恢复与美国国防部之间高级接触 查尔斯布朗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里根反务论坛上称 甚至在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家主义新平 10月会晤并同意恢复两军间接触之前 就曾致函中央军委联合参部参部长刘震利 建议重启通讯渠道 但布朗表示他未能直接与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沟通 那这一次美军进入南海 人海交相关水域 实际上是对中国施压 通过在南海对中国施压 以加快不同级别军事对话 这个非常清晰 但现在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不吃这一套 中国根本不需要保护美国飞机和船只 在自己的边境附近飞行 而不受中国管控的规则 此外中国的国家主义新平 在九云山提出了中美关系的全球 那中美关系的全球愿景的五个支柱 一个要求尊重彼此的红线 而不要越过他们 这是中美两国长期的和平相处 合作条件 中方的诉求是面向未来的 但美国往往不考虑 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别国的红线 美国船只闯入中国视为自己领海的 这种挑衅行为再次表明 美国只承认自己划定的红线 那中美元首会晤以后 似乎给人一种两国关系 开始向好发展的感觉 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一直不断 此次美国战斗舰未经中方政府批准 擅自闯入日安交相关水域 毫无疑问也是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 中国和菲律宾在该海域存在 岛礁方面的争议 那特别是近来菲律宾利用所谓的 坐摊战舰讹诈中国的行为 那么背后呢存在大国的挑唆 在中国对此坚决 予以坚决回应以后呢 美国亲自出马为菲律宾撑腰打气 也反映出美国所谓的新版印太战略目标 非常明确 即在整个印太地区对抗中国 针对这种严重的行为 中国人民必须做出坚决回应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新发言人的表态 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回答 即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国家的挑衅 必然给予坚决的回击 南海问题上呢 中方一再强调各国的通行权是有保障的 只是通过中国领海必须向中方事先申报 尤其是武装船只 然而美国仍然选择一股形 说明美国在南海面上不断挑衅中国的领海主权 中方绝不会容忍 美国呢正在缩使自己的盟友参与挑衅地区紧张局势 并采取对中国边境造成安全威胁的行动 最近呢 澳大利亚与菲律宾船只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 日本向菲律宾捐赠了雷达和其他设备 用于跟踪中国船只 而法国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马尼拉会面时 你就法国和菲律宾军事合作 以及军队部署达成协议 菲律宾呢 将允许作为北约主要国家的法国在菲律宾轮流驻扎军队 美国和澳大利亚呢 在菲律宾已拥有这种权利 那菲律宾呢 还同意日本开始相关驻军的台湾 那么在台湾方向呢 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的宁海托5001 11月30号呢 进入台湾32海里的限制啊 叫限制水域 台湾媒体呢 进行了报道 台海巡署派出横春海巡队 巡防舰全程跟舰 并广播驱离 那今天曝光的影像呢 显示啊 中国的宁海托5001 航行期间 无滞留以及违规 等状况 那海巡署通报啊 当天发现宁海托5001 在俄伦比西南外海 航入限制水域后 立刻派海巡舰艇前往 宁船呢 声称海象不佳 沿岸呢 避风北返 最近距离呢 距离俄伦比约三里 那经海巡 广播驱离 海巡署强调 那么从 发现啊 宁船 跟踪 一直呢 保持与国防部的紧密联系 全程跟舰 该船动态直至 那么台湾媒体报道啊 台湾周边啊 以24里呢 为限制水域 12里呢 是禁止水域 从11月30号呢 凌晨3点多 海巡署发现 中国的宁船在俄伦比以南 32里 那确认闯入限制水域 随即呢 派 巡防舰 驱离 并持续监控到 12月2号下午 直到宁船离开马祖 东部啊 东部海域 宁海啊 宁海托5001 从11月30号 清晨4点多 开始进入 猫逼头 西南海域滞留 那经基隆海岸电台呼叫后呢 宁海声称 即将离开 但随后呢 闯入 离岸不到三里水域 那随后呢 根据台湾的海巡署公布的 视频显示呢 海巡署随即派船驱离 一度呢 发生口角啊 那海巡署呢 公布的视频里面显示啊 宁船呢 通过无线电 回应台湾的海巡署 说这里是中国领土 不是你台湾领土 你滚一边去 那今天台湾方面呢 证实啊 台湾的国防研究院啊 举行了中共与台湾周边海空域之威胁座谈会 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呢 发表讲话啊 他说目前中国呢 在货轮进入台湾禁止水域 海巡署要求转向 对方却反抢 你是什么国 其实凸显了中国利用此类越界事件 造成台湾在法律战中可能出现进退困难的现象 这是另一种法律战的形态 今年7月 一艘中国的货轮进入台湾的限制水域 被海巡署要求立即改变航向 该货轮除强调航线目前没法改以外呢 甚至反呛你是什么国 我想问一下 台湾只是省不是国 那台湾媒体表示啊 这是一类法律战形态 有别于中国制定模糊的法律 置于长臂管辖条例 或企图制造有利于它的国际法解释 以后呢 这类中国货船进入台湾的禁限制水域 若增加 将会造成海巡驱离成本增加 有关当前限制水域的法律问题 从当时的立法理由说明来 该水域呢 乃因应现实两岸 官所特别创设的水域管辖权制度 这非常拗口啊 其创设理由呢 主要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立法时以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相互定位 因此两岸间管辖权的问题尚不亦直接适用于国际法原则 即中国始终不放弃武力 作为解决台海问题之手段 自不能任由据敌意的中国船航行于台湾临近海域 而毫无管制措施 较特别是啊 这种既带有安全又带有政治上特殊定位的规范方式 使中国船舶进入台湾周边水域时 有不同的测试 台湾禁限制水域手段 并有可能让台湾容易产生法律 与政治评估上的困难 台媒体举例啊 以马祖抽杀船为例 曾经讨论的是是否要扩大禁限制水域 反对者认为呢 若扩大的话可能造成两岸多年来的末期大破 会造成中国抽杀船更肆无忌惮过来 那或两岸关系更加紧张 那这个建议呢就被搁置 此外呢 国防院解放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的研究员表示 中国目前在南海进行骚扰 削弱力量控制三阶段操作模式 在台海近期有点像打美式足球 先穿越台海中线 接着进入ADIZ防空识别区 进一步企图突破24海里临近边界 最终啊是要接触到台湾领海领空 所以解放军进犯台湾本岛指示时间问题 目前台海和南海的危险系数正在趋近 中国将九段线增加 划成十段线 并把台湾的东海划入其中 那么同时呢包含了巴士海峡 如果未来有争端 那就是台海南海联动 中国也将在南海使用手段 拿到台海使用 那实际上这个说法呢 和我之前啊 给大家介绍情况也是一致的 我当时又说过台海和南海呢 一直是一种联动的现象啊 那台湾的学者呢 实际上现在也承认 台湾的媒体还分析 中国呢逐渐将台海内海化 那国防研究院的举行的研讨座谈会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啊 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的教授 他表示 中共正逐步落实台海内海化 解放军的军舰呢 也在台海东部海域常态性的存在 目前的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 战备警巡以延伸至钓鱼岛 对接近钓鱼岛和台湾北部海域的 外国军舰强硬距离 中国呢对台湾周边海域的威胁 可分为战略和战术层面来谈 战略层面而言呢 中国就去年8月大规模的围台 军演否定海峡中线建立新常态以后呢 就将海军兵力活跃范围 推至台湾东侧的西太平 落实了解放军前海军司令员 刘华清所勾勒的近海防御战略 并符合解放军对美反介入 作战的想定需求 那去年6月起呢 解放军对外开始解释 台湾海峡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 那称中方的对此等水域拥有主权 主权权利以及管辖权 否认美方所主张的台海是国际水域 今年4月 解放军对台举行战备警巡联合力舰演习 将海空连演重心推至台湾 东侧至太平洋海域 并在台湾进行了海空联合战备巡航 大批解放军的军机逼近24海里的临街区 那于同时呢 解放军福建海事局在解放军对台军演期间宣布 实施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 在此之后呢 解放军海海警船开始增加预约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台海东侧水域巡航的频率 并经常性的逗留在台湾的西南海域 明年台湾大选后呢 至520期间 解放军海警船会不会开始在台海实施登检 把纠纷送到其所成立的福建省台海事务 台湾海 台海 事务纠纷解决中心 那这些呢 都有在观察 那今年4月下旬呢 一架中国的东方航空MU505班机 从上海飞往香港途中 因天气原因影响 在中国航管引导下静自飞越了金门上空 而且飞越金门上空后呢 由西向东飞返M503航线南下 当日采取相同飞行模式的还有多架中国民航班机 据观察的今年8月 媒体曝光 解放军已经将南海九段线改成实战线 在台湾东侧则增化了一条线 将台湾及巴士海峡均划入南海U型线内 因解放军主张国内法与优于国际法 当巴士海峡纳入U型线 就被认为对巴士海峡有管辖权 有外国军舰军机通过 解放军会采取更强硬作为 那么战略层面呢 解放军的军警机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的形态 外交及涉台部门的主张 民航违反两岸协议飞行模式 接待逐步落实北京 欲推动台海内海化的含义 据分析呢 台海内海化是解放军 兼顾两岸融合追求和平统一 即战场经营建构 有利作战环境的操作 中国呢更利用海警活动 扩张其待台海在内的执法权 那继此落实中共强调对台湾拥有主权 对台湾周边水域拥有管辖权的主张 战术层面呢 解放军的活动范围推至台湾东部海域 解放军的对台湾海峡的海空域 战场环境已经基本掌握 未来对台军事行动重心不再是台湾 而是对美军实施拒止作战的西太平洋海域 因为中国呢认为只有阻绝美军介入 是其赢得台湾海峡军事行动的关键 一旦解放军成功阻挡美军 便能迫使台湾接受中国和平统一的安排 那台湾体的分析的已经非常清晰了 也就是未来呢解决台问题和解决南海 相关岛礁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同时解决 也就是中国在武统台湾的同时 也要夺取在南海相关岛礁 包括菲律宾占领的岛礁 那中国要获得在南海的绝对的控制权 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呢 实际上呢他也知道中国未来的行动 特别在南海和中国摊牌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是不可避免的 包括欧洲看的也很清楚 他们也没有幻想 没有幻想 所以中国其实也没有幻想 因为最后是双方最后都会摊牌 台湾一定要清楚啊 双方都在做着准备 那么实际上中国做的准备就是在南海台海 这两个方向 中国同时动手 比如说现在解放军呢 正在演练封锁巴士海峡 也就是封锁这个南海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会非常紧张 韩国日本呢 也是美国呢 在台海方向对中国进行干预的一个前进基地 那这样的话就是警告韩国还有日本 如果他介入的话 那么巴士海峡会被封锁 日本韩国大量的贸易通道 大量的海外贸易进出口 要通过这个海峡 这中国实际上呢 像美国啊 包括日本韩国都发出个明确信号 就未来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不会局限于台海 南海和台海是联动 就你以为啊 战争会只局限在台海方向 中国会把这个战争扩大到南海 那么在南海 所有的参与和中国作战这些国家的军舰 商船都会成为目标 那这个战争美国是无法接受的 而且美国在第一岛链这些军事基地都可能 包括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都可能遭到解放军的空袭 这个美国也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呢 就是在警告美国 如果你敢打出台湾牌 你敢宣布台湾独立 你敢挑选中国的底线 那么台海战争爆发的话 那么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岛链内的美军基地都会成为解放军目标 日本韩国的军事基地 那么实际上中国也能攻击驻日驻海美军基地 中国和朝鲜也会联合在东北亚和俄罗斯一起 在东北亚特别在日本海方向也会有行动 你看对日本韩国也是一种牵制 那就形成了在第一岛链从北到南 从日本海到台海东海南海 那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对抗 那这个范围就扩大了 范围扩大以后 那台湾 台湾方向 这个台海战争就演变成了整个第一岛链 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 那美国就要想清楚了 你到底打不打出台湾这张牌 不打出台湾这张牌 过去几十年的心血 过去几十年付出这些代价 复之东流 不能用台湾阻止中国崛起 不能用台湾限制中国 你不打出台湾牌 这张牌就废了 最后中国实际上还能和平崛起 你打出这张牌 那就是南海台海东海 日本海 四海联动 发生第一岛链大规模战争 美国能不能接受得了 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 中国做着大战的准备 在台湾方向 在南海方向 形成联动 对美国 对日本 韩国进行威慑 中国不求战 但中国也做好了 大战的准备 那最后还是要看美国 美国有没有能力 同时应对中国 俄罗斯 朝鲜 如果要发生大战的话 那中国做好准备 所以我之前说过 不打仗 中国能够和平发展 对中国有利 美国打出台湾牌 宣布台湾独立 那中国也做好了 吴统的准备 对中国也没有坏处 中国也能够迅速统一台湾 完成国家的统一 把美国赶出一第一道链 那实际上美国还是受损失 所以你看这种地缘 正上的安排 美国非常紧张 所以美国现在寻求高层和中国对话 那现在美国这个参谋长联会主席呢 一直要求和中国高层对话 里边有一个逻辑 就中国的军事高层呢 一直在和俄罗斯 和俄罗斯呢 能够进行直接的对话 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对话 这个对美国来说 它不利 中国的经贸上和美国对话 但军事上政治上 没有和美国对话 那实际上俄罗斯和美国 就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抗 那你看这个时候明显中国站在俄罗斯这边 而美国在经济上又离不开中国 和中国呢 经贸上又进行合作 你看美国实际上拿中国一点办法没有 经济上 贸易上合作 然后军事上 政治上 中国又不能和美国对话 明显站队俄罗斯 在军事政治上 站台俄罗斯 不和美国对话 是非常明确的 那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中俄在军事政治上联合 所以呢 这个布朗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和中国军方高层能够对话 大家都在出牌 都在试探 派军机去试探 我们不能对话 那擦枪走火的概率很大 美国又不想打 大家知道美国是不想打的 没那个能力 所以他要控制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而加强在欧洲方向对乌克兰的保护 那要控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 又要对中国进行警告 那就要和中国对话 边对话边摩擦你 边对话边挤兑你 冲撞你 试探你 这就是美国现在要做的 那中国现在不跟美国对话 让美国很紧张 他有些动作不敢做呀 明白吧 他不敢做有些东西 因为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 一旦做过了的话 那我怎么办 一旦大家知道 一旦中美之间这个通话 正常化 能够接通电话 能够互相高层对话的话 美国大动作就敢做了 那说到台湾方向 台湾方向的实际上呢 你从现在台湾方面的分析 你就可以看出了 中国方面突破 海峡中线以后 越过海峡中线以后 下一步就是进入24海里 随即进入他的12海里 那你所谓的你的什么 领海领空 根本就不存在 这都是中国的内海 内海化 实际上就是给全世界做出一个什么 现实 就现实承认的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一旦做出以后 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制止 而且长期这么做 那就形成一个国际惯例 大家知道 国际法 还有国际惯例 是很多行为的准则 如果中国长期能够进入12海里 能够进入美国划设所谓的海峡中线 那这个海峡中线包括所谓的12海里 台湾的所谓的 你的海空边界就被中国突破了 而且台湾的也不敢做任何行动 做行动的话会导致台海战争 不做行动 中国实际上突破你这条线 这条线就不存在 所以你看 不管怎么样做 对中国都有利 那中国这个时候越过海峡中线 而且美国是支持的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希望调起两岸的紧张 所以台湾意料理解里边的含义 是美国支持中国越过海峡中线 美国允许中国 特别是那个佩洛西访问台湾 就是告诉中国 你快点过中线 我们现在就要让台海局势紧张 那中国当然了 接下这个大理越过海峡中线 现在在靠近12海里 而美国呢 下一步就是要刺激两岸的紧张 最后打出台湾牌 所以你看一步一步的都是中美 我觉得这种默契的配合 导致台海现状 而台湾成为的最大其成实习生品 因为美国是不会制止中国的 你看中国越过海峡中线 美国没有任何声明 拜登和习近平的对话中 没有提到海峡中线的事 是默许 那进入12海里 进入24海里12海里 未来美国也是默许的状态 因为这样才能摩擦吗 这样才能摩擦起火吗 起火以后我才能点燃台海吗 所以实际上都是美国受益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实际上 中国越过海峡中线 进入12海里 背后都是美国 它和中国这种地缘症博弈的一个结果 我是武统派 我支持武统 所以实际上你从整个事件来看 现在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着最后武统的准备 美国实际上在台问题上 美国的态度也非常清晰 点燃台海 利用台湾 乌克兰化 来点燃欧亚大陆 那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准备好武统台湾 别在中国什么都不能做 和平统一 大家都希望 但是现在来看 美国牢牢控制台湾 希望不大 所以更多的是什么呢 限制 或者叫威慑 台独分子 威慑美国在台海打出台湾牌 让你知道你打出台湾牌 一定会失败 你不敢轻易打 这样就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反而给了中国一个发展的时机 你看 中国实际上需要窗口来超过美国 而美国在中国不断接近美国的时候 他又急于打出台湾牌 这就是台湾最危险的 台湾的未来掌握在美国手里 而中美现在实际上在这种 国力之间的竞争是台湾最危险的 也就是我讲的战略窗口期 美国要打出台湾牌 而中国现在做的就是鼓励统一 收护台湾 所以实际上大家就看懂了现在解放军在台海做的一切 也看懂了整个的逻辑 所以我一直支持武统 为什么 几年前我就说过 五年前我就做节目说过 台湾海峡现在来看只有武统台湾 这一条出路 美国包括中国都在向武统方向努力 只有台湾人幻想了两岸能够和平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还幻想美国会保护你 错了 美国是要挑起两岸的对抗 让解放军武统能打起来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现在这个行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记住武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最后是要让两岸开战的 所以你看懂这个大方向美国所做的一切 你也就知道了美国现在对台的政策 那中国呢 中国只有做武统的准备 没有其他方法 而台湾人呢 我觉得台湾人做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台湾被美国牢牢控制 你说2300人决定自己命运 现在看 你能决定自己命运 解放军过海峡中线 为什么佩洛西来之前 解放军就没过 为什么佩洛西一来 解放军心领神会 立刻就过了海峡中线 台湾人还看不懂吗 还有我在解释吗 背后不就中美在做局吗 而你台湾就是那个最大牺牲品吗 你台湾的所谓什么中科院 中研院 什么这些专家学者 大学教授 看不懂吗 都能看懂 就是不讲 就他妈还幻想着 美国人你爸爸能救你 你爸爸第一个就想让中国删你 就让中国揍你 你还幻想你爸爸能救你 这是台湾最悲哀的地方 到现在也没看懂美国 我觉得我今天说得很清楚了 那么现在实际上你可以看中国在做着什么 美国在做着什么 不是保卫台湾 是把台湾点燃 这才是美国要做的 最后我希望台湾人理解 这里边有个底层逻辑 就是中国和美国在台海这种博弈 美国对中国进行挑选 中国越过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的12海里 包括武统台湾 解放军的武装 南海 台海 这实际上对中国对美国都有利 这就像两头大象在台湾这个场地在进行博弈 两个玩家是中国和美国 而你台湾只是场地 你只是这个棋子而已 中国可以通过什么 在台海方向和美国这种紧张关系 来实现解放军对南海台海的实际控制 那这种实际控制对日本韩国来说是威胁 中国如果掌控了台海南海的话 日本韩国 它的整个的对外贸易出口 进口通道就被中国控制了 中国过去如果没有台海危机的话 中国很难有借口在这个方向进行军事化 现在因为台海危机有了军事化的借口 所以台湾一定要理解 反而对中国有利 美国越是在这个方向挑衅中国 中国越有机会完成南海台海军事化 完成对这个地区的全面掌控 这也是一场游戏 所以你可以看不光是中国被动的防御 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扩大这个区域的军事化 对这个区域的控制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底层标准 那么你台湾呢 你台湾是唯一的受害者 因为你只是美国的工具而已 所以台独一定要记住一个底层逻辑 台独呢 是实现组国统一的加速机 对这个地方提供 Itsfag 我们先进入高兴的阶段 我们先进入高兴的阶段 我们先进入高兴的阶段